女人不是附屬品 跨國婚姻不奇怪 婦女團體直接殺到立法院外 不滿立委張曉峰 一番外配佔名額 台灣多勝女的言論 讓嫁來台灣 努力生活的萬籍配偶超火大 她非常的不尊重女性 尤其是新移民 對於這樣的一個言論 我要告訴她 我們不是物品好嗎 不只外配感到備受歧視 台灣女人嫁不掉 未婚難不成真是壞事嗎 台南許外配 台女被淘汰 張曉峰還提要補助台灣勝女 不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我像現在女生 有能力能夠照顧自己 也有能力能夠賺錢 有很多女性也賺得比男生多 基本上其實是男生比較可憐 因為如果他們娶得到林志玲的話 他們就不需要去娶外籍新人 什麼時代了 台灣女人當自強 自己有能力 無需靠男人 未婚女性不挺張曉峰 翻攤席捲而來 張曉峰好委屈 覺得應該罵我的是男人 因為我責備他們說 怎麼愛台灣不愛台灣女人 我是開玩笑的在罵他們 因為我覺得說 怎麼有那麼多人不娶台灣女人 我真的為台灣非常優秀的女人 在那裡叫去 有沒有歧視排擠接外配的嗎 沒有沒有 身為女性立委 江曉峰為台灣未婚姐妹抱去 但一席話遭到不同解讀 外配聖女通通得罪 原來的一番好意 反而搞得自己 裡外不是人 軍人選舉家 劉曉晴小組 台北報導 哇 昨天這個新聞一出來 今天馬上有婦女團體講說 這一番話 把台灣的男女跟外配 全部得罪了 我們今天現場 就來了一位聖女 他要講出來說 你有沒有被得罪啊 Diva 我覺得叫我聖女 這件事情 我是非常不滿意的 憑什麼叫我是聖女 就對我來說 受美國教育 我看到那個聖 我覺得是 聖下的leftover 對吧 但你有什麼資格來說 我是聖下的 而且他說這個 什麼台灣女人 被台灣男人fire掉 誰fire 誰還不知道 是吧 那個條件是不一樣的 如果今天說 這個台灣男人 娶很多的外籍新娘什麼 我想到我那時候 小時候去美國的時候 很多的那些 至少在美國 很多美國男人 他們也都是娶 可能亞洲來的女性啊什麼的 然後美國的女人都跟我說 你們幹嘛大老遠呢 非六千億來搶我們的男人 對吧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 其實這種 你情我愛的這種 這沒有什麼 你要用國籍這件事情 來看待這件事情 其實是讓人家 不管是什麼人 所以我可以知道 男人覺得他也受到侵犯 女人也覺得很受不了 你剛剛講說 到底什麼叫聖女 憑什麼我叫聖女啊 蕭農兄是不是可以 跟我們先講一下 什麼叫做聖女啊 對對我好奇 到底什麼叫聖女 沒有聖女 他的解釋的definition 其實聖女 聖就是聖下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還是說聖比賽 聖女 誰聖下 誰聖下 男生跟女生的比例 現在的出生率 大概是110比100 也就是說如果以今年 樓年預計啊 就是說內政部估計 今年可能會有 21萬的新生兒 那大概就會有 11萬的男生 跟10萬的女生 就差1萬 換成今年就差1萬 那平均來講 你把它加上去 就是說以男性 他的一個就是說 婚配的年齡來看的話 他的婚配的年齡 比較寬嘛 男人可能25歲之後 到50歲 假定55歲 或者到沈富雄這年紀 沒有問題 被抗議的你知道嗎 55歲 當然可以 就是這個是 亂講一套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 我知道沈富雄的狀況 我不方便公開講 他真的可以 我比較想聽 你不方便公開講的 那個部分 那個要再花 另外1小時的時間 那你可能要 50年來看的話 就差50萬 那個比例是 差非常非常多多的 但是女性來講 老實講 所謂的聖女就是說 你可能到了 試婚試育的年齡之後 但是你還沒有婚嫁 大情況的 你還沒有組成家家庭的 那一般來講 父母親就會拉警報 父母親一拉警報 就會覺得說 那這個女兒怎麼辦 那你又很現實 女性的壽命 平均壽命比男性長 那你再加上 你的生育年齡 老實講 34歲以後 我常講34歲以後 你能夠自然生 第一胎的機率 大幅下降 那所以一旦 到了這個年紀之後 通常35歲之後 大概就覺得說 這個女生可能 要再婚嫁就很麻煩 或者你婚嫁之後 如果說你以生兒育女 最傳統的這種的家庭觀念 為目標的話 你即使有了嫁娶 你要生孩子的機率 也大幅的降低 那這個時候當然就會引起一些討論 但是老實講 就因為這是社會變遷的關係 就像我們的Diva在旁邊 他的觀念就會覺得說 誰淘汰誰呢 老實講今天在台灣 張曉峰講的不小心 就觸動到一些 跟台灣的婚姻市場當中的 現象完全相反的東西 這些出去取外配的 你問那些男的 或者你問外配 外配可能會覺得說 第一個這些男的 他們都是在台灣本地的婚姻市場當中 找不到對象的 他們絕對不像陳輝文 陳輝文是可以挑的對象非常多 但是他的姿態非常高 我們要不要在討論聖女嗎 就是他是聖男 但是他的聖是因為 是因為他的勇 就是說反正他可以選擇對象非常非常多 哪一個聖啊 但是跟去取外 就是很多到外面去取外配的 他們大部分都不是基於感情的 絕大部分的老實講 你講話小心一點 等一下中天外面會有很多人感情 大部分取外配的 就像我們看到 像過去的什麼 烏克蘭或者東歐有很多的郵購新娘 那個就是網路上看照片 看了之後就相親 相親了之後就繼續回家 對這樣子外配可能又要抗議了 我沒有任何要去歧視的意思 我只是說在婚姻市場當中來講 如果你要一般性的去理解 跨國婚姻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這跟過去台灣男人 經常質疑就是說 為什麼有很多台灣的女性 要去嫁外國男人 加金髮閉眼的外國男人 在Pub裡面會去吊凱子的 為什麼都是女生 就是為什麼 不是台灣男性在Pub裡面去 他也可以去啊 可以啊 這個是重點 看你要不要嘛 就是在線下面來講 就不是這樣啊 Exactly 就如果你要去 其實我很常聽以前有台灣朋友說 你們這些女孩子美國回來的 然後你們去外面吃吃喝喝的時候 你們都會跟老外搭訕啊幹嘛什麼 我說你也可以來搭訕啊 但很可惜的 你們有來搭訕啊 你要來搭訕 我也跟你聊天啊 哈哈哈哈 這是個人的決定 我覺得這是 個人選擇 很多時候是 你要不要越不越 所以他要取外籍信仰 那他的決定啊 他可能覺得在台灣這些女孩子 這個什麼聊不來或幹嘛什麼 我覺得那每個人的 他結婚的原因是不一樣的 他的需求也是不一樣的 那何文兄有可能考慮嗎 剛剛不是蕭榮兄也講說 嗯 你其實也有很多的choice是不是 所以你選擇也很多吧 這個我評論張曉峰的話 兩位前輩的我就這個先 你為什麼要閃躲呢 因為張曉峰的是新聞 我先講 因為這個 他是在跟內政部長李鴻源質詢的時候 講這段話 這對李鴻源的表現 我是我覺得應該再加把勁 李鴻源 李鴻源當然不能直接得罪張曉峰 因為他是立委 可是李鴻源應該很明確的講說 委員你的看法我尊重 但是我身為內政部長 包括外配 外配我們有四十幾萬 接近五十萬 這麼多人 那外配如果加上他的配偶 加上他生一個小孩 這個因為主持人你知道 我都用選票在思考 45萬乘以3就一百多萬票 一百多萬票就是10% 那以後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我們不能把他當作外來的人 就是我們自己人 因為他既然已經架到我們這邊 就是我們台灣人了 那這樣10%的票 我覺得李鴻源他應該很明確 告訴張曉峰說 你這個看法我尊重 但是我不認同 因為主持人我覺得我們不必花時間去評論 張曉峰講的對或不對 很明顯張曉峰講就是不對 那我最近我是有感而發是說 當然跟我自己也有關係 我覺得錯了就承認嘛 就是我講錯了 就對不起 可是大佬不覺得錯耶 大佬是唯一一個今天聽到 覺得他講的沒錯 大家看嘛不一定是一樣 但是我覺得像張曉峰 像蔡振元 你們就是講錯了嘛 那你們說我被斷章取義 我也不能說我被斷章取義 但是你畢竟講的那個話就是不對的 那就在你第一時間 那我認錯我收回 我相信那些外配 我們今天不是一堆人去立法院抗議嗎 他們也會願意去說 那你收回這些話了 那你不要再歧視我們了 你不要把我們當成物品 或是市場 或是什麼那種階級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議題根本不應該存在嘛 大家的看法不一樣沒關係 可是你在國會電廠講這些的話 我覺得張曉峰一樣 趕快出來把這話收回去 那李鴻源如果下次遇到這種委員 比較招僵嘛 能跳僵 跳僵 跳僵這種這種 這種東西的話 我覺得身為閣員 應該第一時間講說 那我要替四十幾萬的外配講一下話 並不是每個人都像張曉峰講的這樣子 可是大佬就覺得他講的沒錯 我跟你講我來綜合一下 Diva跟那個唐湘龍的講法 他們好像說男追女還是女追男 他們兩個看法不一樣 其實這個是可以融合在一起做一個結論的 沒錯沒錯 還有剛剛那個輝文講 好像張曉峰是覺得的錯 我也覺得不盡然 那我先講一個開頭就是說 張委員昨天講完以後走下諮詢台 或者回家以後 那聽到這些反彈的聲音 他一定搞不懂我哪裡錯了 他一定想不懂 第一時間他一定想不懂 他一定講得很對 所以我覺得他講的 也不完全百分之一百的錯 我覺得他講的有一部分是對的 這個等一下我講 那第二個我覺得我們今天來賓 其實不應該是王議員來 王議員是很漂亮沒有錯 我也是社女耶 不是不是不是 你不認我是社女 你沒有聽我講完 你是親民黨的嘛對不對 我是國民黨 以前是親民黨 對對對 所以這個位置應該請宋楚瑜來這裡坐 今天拿名張曉峰做黨團成員之一的 是宋楚瑜 宋先生你出來講啊 出來講到底你這樣有什麼 原來的預期一樣 你曉得當初選舉的時候 親民黨過門檻有三席的時候 大家都說 你送的以後會翻盈覆盈啊 有黨團啊 我就說 吃班的差不多不可能的事情 我認為那個李同好 我覺得李同好 是一個像樣的委員 像樣不可以說 我說像樣會風格 我跟你講如果有人懷疑什麼叫不像樣 李同好就是像樣 就是平均 甚至上平均 優以平均的好委員 張委員當初為什麼宋楚瑜看上他呢 就是因為他為了那個師弟下跪啊 就覺得名氣可用啊就用上了他 還有另外一個呢是原住民的委員 這三個錯起來是一個團隊嗎 請問大家到目前為止 親民黨的三個委員的表現合格嗎 宋憲哪裡去了 宋憲不是要犯淫覆盈嗎 宋憲出來說對不對 今天把王議員擺在這裡是不對的 宋楚瑜要直接把他假設這樣對不對 好那現在回到正題了 我覺得張委員的講法 為什麼不完全是錯呢 其實要看他的身分 他今天如果是社會學者的話 他講的話其實不如跟現實是有關的 是對的 但是我覺得他錯的地方是什麼地方 不是多取了一個外配 我們本地的女孩子就少了一個機會 這個不是一跟一啦 市場應該不一樣吧 不是不是不是 我還沒講完 你聽我講完你太急了 這什麼市場不市場 這兩個市場是有重疊的 不是完全隔離的 也不是完全重疊 如果是重疊的話就是一個換一個啦 但是如果是完全分開的話 就一個變零個就沒有關係了 但是我覺得是一 比零點一 比零點二 比零點三 到底是比零點幾 我不知道 這個還要研究 我才會下結論 但是你說一個外配進來 是不是傷了我們本省女孩子結婚的機會 我覺得不能說沒有耶 但是那個絕對不是一啦 大概只有零點一零點二零點三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你知道嗎 這個叫做女孩子結婚的對象 比起男孩子是有優勢的 這個英文叫什麼 叫Merry Up 叫Merry Up 女孩子通常選配偶的這個原則是什麼 是把她的眼界擺在眉毛的上面 就是說她都要嫁得比較好 但是這個Merry Up的這個價值 不是我們講的說長得帥啊 或者你有錢啊 或者你有前途啊 不一定 因為每個人的價值觀不一樣啊 所以外配有著漂漂亮亮啊 有著很厲害啊 像我住家的附近的那個園群街的市場 我煮那個鐵板燒啊 煮那個咖喱飯啊 我一個月要吃好幾次喔 這麼厲害你知道嗎 但是為什麼嫁到台灣來 因為大環境我們台灣比她好嘛 所以她Merry Up了嘛 對不對 我們台灣的女孩子嫁給老外 為什麼 她也是Merry Up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Merry Up Merry Down 是最後決定這個結婚市場的結果 不要跟她說你愛嫁不愛嫁啦 感情的問題啦 我會跟你講 私底下不要五月扶持暗器就好 我們人家老實一下好不好 好還有另外的委員 這兩天也是被人家拿出來挑歐問題了 馬上回來